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到一期购物分享的节目 我是王小光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在7月份买到一些比较满意的东西 我选了5名 但是在此之前 我要先介绍一下第6名 就是比较遗憾 没有能进入这个榜单的第6名 它是谁呢 给大家讲一下 以免有人好奇 它就是任天堂Switch上面的一个日式RPG游戏 异度神剑3 这个游戏 我个人其实还挺喜欢的 我现在已经打了三四十个小时了吧 但是我觉得以7月来说 它发售有点晚 它是7月29号发售的 在我来看几乎已经是8月了 所以说我就没有把它选进7月的榜单 但是我在我的游戏频道 游戏王小光这个频道 我打这个游戏第一小时的全程的一个实况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游戏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我个人还挺喜欢的 现在其实打完以后 可能还可以跟大家再聊 但是对 这就是我们这个月前5名当中的第6名 算是第5名 这个是New Balance的一双新鞋 对这个是7月份刚在国内上市的 这个Made in USA系列的990 V3 我对球鞋非常的不懂 但总的来说就是有一位叫做 Teddy Santis的一位创意人 时尚创意人 他最近去了New Balance做Made这个系列的创意总监 然后这个990今年好像又是40周年 这个系列会出很多很多 但是第一批出的就是三双990 V1 V2和V3 然后我觉得它对品牌比较有意义 然后那天我去Doal参加他们的上市的一个活动的时候 我当时想好我要买一双 但是我还想不好买哪一双 因为确实我之前没有买过这种日常穿的New Balance的鞋 确实这是我的第一双 我之前有过一双他们可以拆来拆去穿的一双户外鞋 那个我觉得就挺好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系列经典系列 虽然是经典系列 但也有很多经典系列 然后我也不知道具体哪有什么差别 反正我就是一直没有迈入这个大坑 但这次我就是个好的机会让我来拥有一双 但是这三双我选来选去也没想好 结果在现场就找到了一些又熟品牌 又熟这位创意人的朋友来给我推荐 他们基本上都会觉得 如果你要好穿的话肯定是选V3 但设计上我个人又比较倾向哪一双什么 他们有各自自己的看法 那么我最后就还蛮容易就选了V3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观感是 其实这几双鞋都有我一看就很喜欢的部分 我一看就觉得整体感觉很不错 或者这块我很喜欢 但是比如说有一双我会觉得它底有点平什么的 V3这双好像就没有什么我觉得不太喜欢的地方 所以我就选了这一双 而且它有碳板 所以它的穿着的体验 好像就跟另外两双会比较有挺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选了这双 我觉得拿到时候以后就觉得这双鞋真的是 不管是材质还是颜色 真的有很多我这种外行都看出来的细节 包括它的这种背后的一些小图标 包括它这个中底这块是发黄的 甚至包括鞋垫鞋带什么的 加了一些配色鸡皮什么的 对就是我能讲的就这么多 但是我都能看出来很不一样 然后我就穿了一次 那天我去外面走了很多路 很热 但是我觉得确实走路非常舒服 穿起来感觉很好 这双鞋 所以这个是本月的一个第五名 然后第四名是一个男士截面系列 然后这个是一个资生堂的一个男士截面的 一个品牌 叫做Sidekick 我觉得这个品牌很酷 就是它的整个的视觉和品牌形象 我个人就还蛮喜欢的 我这个是老说这是品牌送我的 但今天这期没有任何的广告 就是我用了以后就确实挺好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会回购的一个产品 那尤其是这个截面乳 这个是一个它看上去的感受就像是一个摩斯 它用起来也像一个摩斯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用摩斯 摩斯就是给头发定型的东西 这个它使用之前也是要先摇一摇 然后喷射出这个泡沫 然后拿泡沫来截面的 它的这个泡沫就真的跟那种你按压式的泡沫 按压式的有些我觉得已经很绵密了 但它这个挤出来真的像剃须泡一样 好像就是就像剃须的那种泡沫一样 它是很结实的一个泡沫 那么拿这个洗脸的时候 那个感受就会觉得它你洗在脸上 就觉得洗得很干净 而且这三个产品 截面的泡沫有一个精华水 还有一个那个润肤乳吧 我觉得这三个产品的味道我都很喜欢 就是闻起来那个气味我都很喜欢 回想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追求的 我那时候就觉得洗脸就必须要用磨砂的东西 就我觉得磨砂洗脸是洗得最干净的 什么海盐什么的 我当时一看到这个我觉得OK 就是你可以把我脸洗得很干净 洗的时候也感觉是 然后就哗哗哗一直在擦 就觉得有那个脏东西被擦掉那种感觉 到现在觉得好像很后怕 现在想想 好像是不应该一直在用磨砂的东西洗脸 对 所以现在是变成用这种很细密的东西来洗脸的感受 会觉得又安全 然后洗得又很干净 对 所以这个是psychic 然后来个吃的 这个是本月买到的一个算零食吗 这个也不敢当零食吃 这是一个坚果巧克力棒 我们在Costco买的 那天去Costco逛的时候 偶然看到 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产品 然后拿起来看了以后就发现 因为我是一个很多东西不吃的人 尤其是坚果有很多 比如葡萄干我是不吃的 我有很喜欢吃的坚果 也有完全不吃的坚果 那么我拿到这个以后 我首先就要排雷 就是我要看它盒子上面标注出来 这些主打的东西 有什么时候不吃的 结果就像开奖一样 就一个一个刮开 就看它主打的三个图片 第一个是杏仁 第二个是腰果 第三个是碧根果 其实是很常见的这种坚果 但是当我看这以后 我觉得 这不就是给我制作的吗 这不是为我设计的吗 其实它里面还有其他的 后来吃的时候 我发现它还有更多的坚果在里面 但是我怀着不是很高的期待 因为我买了一盒 这一盒24个 我有一天踢完球 好像是 我带了一个 我踢完球以后 我就吃了一条这个巴尔 打开一吃 我就惊呆了 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坚果 巧克力棒 就很香 就是你吃起来以后 它巧克力作为一个底部 固定了上面这些 所有的这些这个 粘在一起的坚果 我觉得这个应该蛮甜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现在也不敢多吃 但是我每次一吃 我就吃 停不下来 要把整条都吃完 这里面我最喜欢吃的 可能是必根果吧 但是这个里面有 一个类似爆米花的东西 就是那种 不是玉米的爆米花 它是大米 大米被爆过以后的那种 就很香 会很香 所以它成为了 这个这个 坚果巧克力巴尔的一个 基础的香味 就是你咬的时候 它会在你嘴里面散发开来 但你在嚼的时候 你会吃到更多坚果 不一样的这个坚果的 各自的香味 所以我觉得很神奇 我觉得很神奇 我没有想到过 坚果巴尔还能吃出一个这么新奇的味道 对我来说 好 下一个是一个足球 这个是一个 我们从亚马逊 我托特特从亚马逊帮我买的一个足球 这是一个莫腾的一个训练球 这是一个黄蓝相间的一个四号足球 那这个球我觉得 我是在看YouTube看一个日本的这种高中 他们训练的时候是用这个球 当时也不觉得有什么 因为好像确实有这种训练用小一号足球 据说可以练习比较不一样的这个球感啊什么那种 听到这种说法 但当时没有注意 但后来呢就注意到一个说法是这个球 它是四号球的体积 但是它是标准足球的重量 我听了以后我就会 我就被这句话完全吸引了 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或者说它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就是一个球 它是四号 它小一点 但是它是很重的 这个对我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不懂 但是我听完以后就觉得 我得要一个这个球 我想踢踢看这个球 然后我就查 因为莫腾这个品牌 它是一个 它不如我们都知道那些运动品牌 那么有名 但它其实也做很不错的足球 像我们知道的亚洲杯足球赛 或者是欧联杯什么 他们其实都是踢莫腾的球 我之前也买过他们的球 他们球其实还挺实用的 然后他们在天猫市有店 但他们也有四号球 但他们没有这个球 他们没有这个四号球 他们没有这个很重的四号球 所以查了半天 就从亚马逊买了一个 还挺快就收到了 而且也不贵吧 就两百多块钱嘛 确实不一样 就这个球 把气打满了以后 就特别硬 就是我去踢了两次嘛 一个人带着他去 我们家附近这种草地上 玩了两下 我觉得那个感受很特别 我有一个计划是 就我想发展一点 一个人玩足球 这种生活方式 我想把一个人在外面 玩足球变成我的一个爱好 我想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玩 我觉得一个人在外面拿着球 其实有点不知道干嘛嘛 对吧 你不可能真的在那里一直踮球 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像跑步 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一个人在外面玩的这种运动 但我觉得他可能可以变成一个我自己的运动 因为他我自己尝试这几次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让我沉浸和放空的一件事情 我可以在那里就轻松的自己玩 因为也不涉及跟 因为如果是两个人一起玩球 你就要设计说我踢给你 你踢给我 就或者两个人玩飞盘也是啊 就是你要 你的注意力不能完全在自己 或者在这个球上面 你得跟另外一个人有互动嘛 因为你们社交什么的 它不是一个完全让你能沉浸的事情 所以我想发展这个爱好 那就带着这个球来发展 目前因为上海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我还没有开展这个事情 但是最近我就是在家里面 觉得这个球也是有用的 它变成一种防止久坐的一个道具 因为我这个现在这个书桌可以升降嘛 那如果你是用站立式的这个工作的话 其实也很容易 很容易 其实站了也很容易累嘛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站的时候 脚底下有个球可以拨来拨去的 或者说 对我因为家里面还有一些这种垫子什么的 我在垫子上试图 比如你的脚去拨球 但是让球不要滚出这个垫子啊什么的 我觉得 它也是一种这个身体运动的一种方式吧 就防止你长久的处于一种很僵化的 这个站立模式的方式 我不知道我瞎说了 但我就是很喜欢这个球 本月我觉得前面几名都不是那么重要啊 但对我们家来说 本月七月份最重要的购物 其实是我们买了一个冰柜啊 因为七月份在上海又被华为了一次那个中风险 所以有一段时间又是不能出门 但是我们文讯就赶紧购买了一个冰柜 之前想了很久得买冰柜 然后呢 好像拖着拖着又有点忘了 因为两个原因没有一直没有决定 一个是没有想好选哪一款啊 没有见过食物嘛 就一直想说啊 是不是去附近的这个家店的这种大卖场去看看食物到底怎么样 因为看图片这些都不是很好看 现在这些冰柜 而且对他们的这个体积没有一个实体的感受 也就影响 也就涉及到第二个没有买 一直没有买的这个顾虑 就是不知道放哪 因为家里面很小嘛 就是想而易见能放那些地方是放不下一个冰柜的啊 然后这次就在这个突如其来的中风险面前 我们就觉得买吧 就别想那么多了 所以我们就那天就是连夜买了一个第二天 就是连搬进来的过程都很辛苦 因为当这个冰柜送到的时候 我们已经快递已经只能送到门口了 所以你想一般这种冰柜都是别人帮你直接货车开到小楼下 然后一个那个推车上来 然后搬进你家对吧 找好地方 然后还要有人来安装甚至是 但是我们只有人送到门口 剩下都是我们自己搬进来的 还好是个冰柜啊 如果真的是个冰箱的话就不敢想象那个怎么弄 我们给他选了一个去最显眼的地方 就在我们家一进门打开就能看到他现在 如果你来我们家做客的话 我们打开门你一眼就会先看到一个冰柜 如果你也研究过冰柜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选择不是那么多啊 因为首先品牌也没有那么多就技术来说你感觉看不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的功能就是很单一嘛 他就只要冷冻就好了 那么你无非最后就是选一个体积尺寸符合你们家需求的 然后可能有一些外观上的这个需求 外观上的条件想要满足 像我们的话我们就不太想要这种 现在比较流行的金色银色和深蓝色 这些颜色都我觉得很难搭 就是放进来很难那个搭配 对 然后我们那天其实是先从功能上选的 对 当时已经想好说就随便选一个算了 就选一个蓝的就蓝的吧 因为他们都不出白色 好像现在连冰箱都很少人出白色 这是白色家电线都没人出白色了 但是没办法 我们就觉得功能功能优先吧 就是先先看那个 就是首先大家都会选侧开门嘛 因为侧开门拿东西方便一点 那种从上面开门那种已经不太有人选了 好像 然后看起来呢 就是唯一的一个特色的功能 现在是一个零下七度的一个冷冻功能吧 好像是我们买的是一个海尔的机器啊 它有两款是有这个功能的 然后这个功能他们叫做软冷冻 它是叫软冷冻吗 反正就是这个品牌有个叫法 然后好像有一些国外的品牌 也有类似的这种技术 他们也有一个别的名字 然后软冷冻是谁的叫法 我不记得了 但是就是这个零下七度的冷冻 它就是这个冷柜的最上面一层 是有这个软冷冻功能的 但是其实买回来没有试过 他说就是你的牛排 你的肉馅这种 你可以整个拿进去冻 你需要用的时候 你可以切 你可以把冷冻东西直接用刀切开 就方便你去取用 但它冷冻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长 没有那个常规冷冻放那么久 对 我就当时还看了半天 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唯一的可以玩玩的东西 但是现在根本没有在用这个功能 就是现在就是在里面扔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跟其他冷冻格放的是一样的 就是迅速 因为它迅速就被我们填满了 就买回来以后就先填满 对 所以我现在感受就是确实家里面能存的冷冻的东西变多了 但是就是它没有带来一个新的使用的体验 它其实你并没有 因为家里面有一个冷柜就能做更多的什么事 比如说你有一个厨师机 它可以帮你揉面 对吧 比如说你有一个微波炉 你有个烤箱 就可以烤面包了 冷柜不能 因为你家里面已经有 如果我们家已经有一个冰箱了 冰箱已经能做很多事情 冰柜能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所以就有一点点没劲吧 但是我觉得比较幸运的一点就是 这个还算是比较好看 而且它来我们家以后放下就我觉得融入还挺快 它是一个深灰色的一个冷柜 然后它的表面有一些这个纹路啊 跟我们家的这个 我们选的那个橱柜那个面板其实很像 但是灰灰度不一样啊 但是我觉得就融入的还不错 所以目前我们还挺喜欢这个冷柜的 尽管 对就是我觉得家里面一个人家里面没有冷柜可能会更好一点了 但是对这是我们这个月对我们家来说买的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好的 那么这就是我7月份的爱用品啊 那这期节目同时会提供视频版本和音频版本提到的内容 说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但是视频版本里面可以看到更多的 我刚才说到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使用的场景等等 但是音频版本呢就可以更自由 你想在哪听就在哪听 看大家喜欢那种方式都可以 好吧 那我们下个月的这个栏目再见 但是在下这个栏目之前 我还准备了很多其他栏目 想要来更新很多内容会更新啊 所以说关注我的频道 打开提醒功能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更新的所有的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